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从这一节开始,我们进入到一种比较常见而且用处也很大的数据结构的研究之中 这种数据结构就是二叉数 二叉数在整个算法面试中是出现的频率最多的一种数据结构 主要是因为二叉数本身它的一个是节点结构清晰 节点本身一般来说就是有个指和左右两个指针指向两颗指二叉数 另外二叉数本身有一种比较明显的层次结构 第三是二叉数的结构本身是地规性的 从一个节点开始,它可以形成一颗二叉数 它左边又是一颗二叉数,右边也是一颗二叉数 所以由于这种地规性的结构 那么就很容易在面试算法题中用来考察候选人的逻辑能力 好,我们这一节就看一看一个这个二叉数相关的这个算法题 那么二叉数的话有很多概念 那么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二叉数的高 这个二叉数的高呢,我们可以定义为二叉数节点的层次 大家看在这个二叉数里面它有若干个层次 第一个是节点六是一个层次,四和九是一个层次,二五七十是一个层次 最后一六八是一个层次 那么二叉数的节点呢,可以分两种 一种是叶子节点,叶子节点就是它在下面没有其他孩子节点的这种节点 也就是最底层的节点,像一六八 其他的非叶子节点就是它至少有一个这个左指数或右指数 OK,那么我们一个常用的一个,还有需要一个常要掌握的概念 就是二叉数的高度 那么这个层次数就是二叉数的高度 OK,那么大家看在这里面有四乘一二三四 所以这个二叉数的高度是四 那么在二叉数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平衡二叉数 平衡二叉数的这个要求就是每一个节点 它的左指数的高度和右指数的高度之差不能超过一 注意看,这里是每一个节点 大家看,在这个根节点中 它的左指数是四开始的这个二叉数 它的层次是,或者说它的高度是一二三 那么右指数是,根节点是九 那么它层次数是一二三 所以左右指数的高度都是三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需要这个根据给定一个二叉数的话 我们这一节的算法题就是 让你判断这个二叉数是不是一个这个平衡二叉数 也就是你必须去判断整个二叉数中每一个节点的左右指数 是不是这个左右指数的高度 是不是相差不超过一 好,这就是我们这一个题目的要求 大家可以试一试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OK,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计算这个每一个节点的左右指数的高度 是不是相差超过一 那么我们很简单 只要去计算左右节点的左右指数的高度就可以了 本质上是每一个节点高度的计算 那么我们看如果这个给定一颗二叉数 假设这颗二叉数是空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一颗空的二叉数 它的高度是零 如果给定的是一个这个 给定的是一个这个孩子 叶子节点的二叉数 叶子节点呢 那么这个节点的高度我们就定义为一 因为这个叶子节点只有它本身一个高度 如果给定的是一个非叶子节点 那么它的高度就是左指数和右指数高度的 这个最大值加一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做到了一个 这个要求每一个节点高度的时候 我们就做到了去递规的去检测 它这个左右指数的高度 我们再求一个节点的高度 先判断它左指数的高度 然后再得到它右指数的高度 然后找到这个高度最大的那个加一 就是它本身节点的高度 OK这就是一个这个地规的去寻找二叉数 这个二叉数高节点高度的一种方法 也就是利用了二叉数它的地规属性 去计算每一个节点的高度 那么利用二叉数的地规属性这种思想呢 是解决很多有关二叉数问题的一个根本思想 那么在后面的算法题中 我们还会经常看到这个想法的利用 我们看一看这个代码的完成 在我们这个代码之中呢 有一个这个先定义了一个TreeNode 我们简单的定义了一个二叉数的节点 一个是有它有值 然后有左右节点分别指向左指数和右指数 那么TreeUtil呢 实际上是用来构建一颗二叉数的 在AddTreeNode的时候呢 每搜到一个节点 我们会看一下这个当前的根节点是不是空 如果是空的话就把这个节点复给根节点 如果不是空的话 如果当前要加入的节点 比这个当前比对的节点的值要大的话 我们就加入它的右指数 如果当前节点 当前要加入的节点相比当前节点来说 当前节点的值比要加入的节点的值大的话 那么这个要加入的节点就要插入当前节点的左指数 那么实际上我们构造的是一颗排序二叉数 在我们这里呢不强调这颗树的排序性 只要它是一颗二叉数就可以了 OK 那么后面我们再去详细研究这个排序二叉数 有了这个二叉数之后 我们就要去通过这个Balance Tree来判断一颗二叉数 是不是这个平衡二叉数 我们判断平衡二叉数也很简单 那么给定一个节点之后 如果这个节点是空的 我们就再计算这个节点的高度的时候 就会返回是零 要不然的话 我们就判我们就先递归的计算一下 这个这个节点的左指数的高度 然后计算它右指数的高度 最后得到两个高度中的最大值 把这两个高数的最大值呢 加一就是当前节点的高度 同时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它的右指数或左指数 它的高度是差大于1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Balance设成False 也就表明 这颗二叉数是并非是平衡的 在我们的入口元数中 Binary Tree里面 我们先设定了一个这个数组 这个数组 然后有一个False循环 把这个数组的 把这里面的整形值呢 设置到一个这个二叉数的节点里面 然后通过这个TreeUtel 加入这个节点 最后生成一颗二叉数 大家注意看 在这里面呢 我们通过这些节点生成了二叉数呢 给我们这里这个 给大家看的这个二叉数是一模一样的 OK 那么有了这个二叉数之后 我们把这个得到这个二叉数的根结点 把这个根结点放入到这个Balance Tree这个类中 最后返回这个 看这个Balance Tree返回了只是处还是False 如果是处的话 那么表明这个数是这个平衡的 如果是False的话 表明这个数是不平衡的 OK 我们设一个断点看一下 跑起来看一看 好 在这里的时候 OK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 那么运行起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主要我们需要关注一下这个节点高度的运算 好 大家看 现在我们加进来的时候呢 加进来的时候 这个高 这个是根结点6 那么它的左指数的高度是3 4 这里是一叉 3 水是3 右指数的高度也是3 然后我们分别去计算这个 根结点6的左右指数的高度 好 放过来看一下 OK 我们先算一下左指数的高度是3 然后再算下右指数的高度 OK 也是3 那么跟节点6所在的高度呢 实际上就是3加1等于4 3加1等于4 OK 所以黑加1就是4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已经递归的去计算了 每一个节点的高度 然后我们发现 每一个节点的左右指数 它的左指数和右指数呢 它的高度相差都不超过这个1 所以这颗数是平衡的 因此出来之后 我们在这里面就打印出 这个数是平衡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在里面去加入三个节点 加入的是11 12 13 那么加入这三个节点之后 我们的二叉数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加入这个节点之后 我们的二叉数会在这边 会加入多几个节点 加入这个节点之后 会形成什么问题呢 大家看 从这个节点10开始 它的左指数是空 所以它左指数的高度是0 那么它右指数的高度是3 大家看 那么这样的话 3减0就等于3 就超过了1 也就是说 这个节点 它的左右指数是不平衡的 有一个这个节点的左右指数不平衡的话 那么整个二叉数就不平衡 所以加入这三个节点之后 我们再判断这个二叉数 是不是平衡的时候 应该得到的是false 我们再看一下 OK 先把这个节点加入 加入 加入 然后再得到新的二叉数节点 最后再判断一下 大家看 我们得到的答案是false 那么从这个答案来看呢 我们这个算法和这个代码对算法的实现 应该是正确了 OK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们再分析一下 我们这个二叉数 这个地规去计算每一个根结点高度的 这个算法的复杂度 那么我们在运算的时候呢 我们会地规的去变定每一个节点 变定到一个节点的时候 去处理它的左右指 左指数和右指数 那么每处理到一个指数的时候 都会变定这个指数的根结点 所以从这个整个算法复杂度来看 我们变定的过程中 最多是对每一个 对每一个节点的访问呢 最多不超过两次 所以说我们整个的这个算法复杂度呢 是ON的 这个N指的是这个二叉数里面的节点数 在我们的算法中呢 并没有去NEW 通过这个NEW来分配新的内存 所以整个算法的这个空间复杂度是OE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这一节主要内容是给大家入一个影子 让大家开始了解一下二叉数 这个它的这个数据结构的定义 同时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基本概念 以及这个二叉数处理二叉数的一种重要的思想方式 那就是要记得二叉数的这种地归属性 就是左指数和左边和右边都是一个二叉数 那么利用这种地归属性呢 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 想到通过地归的办法去处理二叉数这种数据结构呢 是能够解决很多以二叉数相关的问题的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那么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 在这里面我会急着发布很多有关的这些 相应的这些技术文章 大家可以到时候可以参看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 Disney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